高室路上頭的當時三個店在料理到的東西 無關是義大利麵或是地牌或是菜麵 這是後面一間五屋咖啡館要準備來出的餐店 這間為著後面我們客人的這家店 經過經歷後變成咖啡店 但是店長後也變得最多的事情唯一 結果就是這間我做在日本的工人 他給我建議說老闆 這個廚是日本時代的雲火器 還有歷史的雲火器所做的 我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起心點而已 不然我老下來自己用這樣也好 這家的標示說當初要來開這個店 也經過了一款的時刻 人家一直以來都沒有想說 可能會經營生意還是開一間店 但是因緣機會之下 爸爸在兩年前買了這一塊地 然後我也推薦爸爸說 不可以來開一間咖啡廳 他有非常多的想法 所以他也決定促成了這間咖啡屋的誕生 但是我覺得這間咖啡屋非常特別 是可以讓我們一家人 有更大的凝聚力 在這個屋子不會咖啡就真的有 在後來還沒去到餐點 讓人客廳的時間可以更多 很優勁啊 鄉下地方能弄成這樣子很棒啊 對啊 我住附近而已啦 我本來要買的 都要吃 我以前是嫌他太小了 可是他弄起來真的是太棒了 跟這個老闆是老朋友了 結果沒有想到他做的這麼的 讓人家覺得環境很輕優 而且獨樹一格非常的棒 餐點也好吃 他老店主人還將自己的餐點 全中在這裡做發揮 時間一久就欺騙很多 要好餐點的人來到這裡來碰到 有的那種那個環境 和這間咖啡屋的那種氣氛 這間咖啡屋就沒辦法去感受到 所以可以說 是在在地的那種 是說經營者 以外他付出到這麼多 然後他很求的 不是最厄性的入宿 很求的就是 他可以把這個餐點帶來在我家庭屋 所以在這個部門 和我家庭屋的餐點 這個環境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餐點 以這個環境會進行的暗迷 古厝前有些人會把團做到的演唱演唱 吃到餐點聽到乾脆康蜜康 和時間讓人享受到 南平新聞我們一下後面有的菜方法